你看看你, 漂亮女女 多麼美麗, 又懶惰 這些事情不是我做的, 是公人做的 我是不是你公人 不然我打電話在接龍那裡 說你在攝影機拍攝的時候懶惰 還要完這張照片拍得不夠美 故意有洪水人拍過 你可以在這裡住這麼久 你在這裡住, 你也有傻 不然你還住在那間噁心的房子 說實話, 那間噁心的房子 我們弄得怎麼樣? 如果你的裝修還沒搞定 我想搬也沒地方搬 在裝修, 大喜怪 我真的想問你 為什麼你買個床褥 要賣到六位數字這麼貴呢? 你想餓死床褥上面 還是下個月不出銀貨 就讓我自己走呢? 你這麼怕沒錢 你就幫我接幾個工作吧 Kate跟你說, 你也是這樣回答 一會兒看完裝修 我就會拿這些包包 他拿去賣, 賣賣得好價錢 這樣就好嗎? 你們是EB的新住客 請問尊姓大名 我就是這裡的業主立法團主席 他們大家都叫我根叔 根叔… 請留步… 其實你們的單位 都一年沒交管理費了 我們這個管理費很便宜 一千元一個月, 就是說一萬二元 沒問題, 我會給你 好… 我們剛剛搬來, 東西還綠綠亂 那倒是 這個有點心意, 送給你 謝謝… 之前我們裝修吵著大家, 不好意思 不用客氣, 大家樓上樓下嘛 對了, 這裡有一張卡片 有什麼需要的話, 儘管打電話給我 你真是好人, 跟上我 我回來了, 等… 這陣子很興奮的明花糖提子 哥, 你是不是跳了掣? 買一張好東西來的我們 我真是很感動 中了六合彩? 這張提子很貴的 你這麼鬼孤寒, 你捨得買嗎? 一吼子都不捨 我看是二B新來的住客, 讓我遇到他 他立刻送這麼重手的東西給我 不過我看他搬進來的床褥 我們知道他一定是有錢人 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 還沒用的, 你不要偷吃 我不是偷吃的, 哥哥 我在想… 阿水, 你覺得不覺得 這張提子很傻眼? 傻眼, 所有提子都一樣的 崔伯伯, 叔不是這個意思 今天在公司大小姐收到客 送來的一個美麗果腩 裡面剛好也有這張提子 既然你們在公司吃了 我和媽媽跟我們倆吃吧 崔伯伯, 就是我沒吃才會心 當時我用牙籤 就打一顆提子準備吃 打進去之後 剛好有個代言人上來看照片 我們就裝客氣, 你們吃不吃?提子 誰知道她的助手就整個抽都拿走了 去看看, 真有支牙籤 難道這抽就是今早的抽提子? 哥, 那個住客 是不是高高瘦瘦、美美女 叫了哪裡? 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 但是真的是高的 不過現在很多女生都很高 好, 那麼二妹夠高 哥, 她是高, 不過不收 叔叔, 你雙眼有事就換了眼鏡 人家Vin怎會住在我們樓下才行 人家是國際名模, 有錢人 人家現在住在長島酒店的總統鋪房 洗漏我們這裡沒有電梯的堂樓嗎? 難道我們出去了? 沒事吧, 哥 什麼事? 我們住樓上的 我掉了褲子在你窗口上 想撿回來 麻煩你開香門吧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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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接浪花是攝影師, 接浪花是 怎麼辦?他住在樓上嗎?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 我們不可以讓他知道我們住在這裡 有辦法, 我們不出聲 他就當家裡沒人吧 我剛才已經不小心認了他門 我現在怎麼會相信? 你幹嘛認他? 搞什麼? 明明有人認門, 但他又不開門? 哥 難道認門那些不是人? 你胡亂說什麼? 我不是說髒話 可能認門那些是一隻鷹帽 鷹帽我很喜歡學主人說話 聰明一點就說髒話而已 你剛才認不認他? 我問什麼事? 什麼事? 春才… 什麼事? 春才 春才 新秘了司機送兩位 對了, 不知道你們是否回家 對 住在哪裡? 富家坊 對, 我們已經訂了一部車很久 很久還沒到,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就辛苦你們了 子孝不辛苦, 不好意思 我爸爸, 好不好我現在上辦辦公室 我送兩位到這裡了 子孝, 你照顧我們兩位貴賓 好, 我們再見 再見 再見, 這邊 好 不好意思, 兩位 你們是不是過海了? 我可否每次坐? 隱形戰隊, 現已熱播中 想看更多精華片段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吧